生活逼人 不少人趁假期就会去旅行 休息一下 为自己的生活充电 但是短暂的假期 往往满足不了 闯不定的年轻人 于是他们索性将假期 变成工作假期 在外地工作 换取一年游场的假期 如果他们的家人或你的朋友 想你的成长 他们会支持你做这件事 有时候你离开了 才会发觉有什么对你来说 才会更重要 你回来就会更加 懂得珍惜跟他一起的时光 我觉得是这样 我在工作之前 其实我是一个普通的 朝九、晚六 生活都是上班、下班 到最后 我觉得我真的不想再过 今天的生活 其实我知道有工作假期 这件事很久了 因为纽西兰是4月1日接受报名的 前之后上了两个月 就这样决定了去纽西兰 我知道我爸爸、妈妈 都是那些本来比较严 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女儿 突然不在香港一年 不太接受这件事 其实当时有先站后就 当时我还记得一早上 九点钟还没够 我就去了柳山领事馆排队 然后就立即申请 然后就立即批准了 之后就开始陆陆续续地 可能买了一些背包、用品 大人地拿回家 放在朋友那里 刚开始真的… 大家几天都没有说过话 在家中,大家… 不太和大家说话 我也承认我先站后就不太合适 但是… 就逐个去解释 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妈妈 不敢给她的,不敢亲手给她的 又放在桌面上 而自己拿了一本身份识和身份识 就带了出去 等我回来的时候 看看她有什么要说 其实一封信大概是说 为什么自己想去 而且说自己很想见一下这个世界 很想试试自己在外国生活 想自己独立一点 因为始终… 可能我是家里的小女 从小到大 我的爸爸、妈妈也很疼我 也很照顾我 我去完一年回来之后 我的体会就是觉得 爸爸妈妈不需要老了 我爸爸也不知为何 在感觉上 我觉得他好像缩了水了 就是很想念他们 现在会愿意花多些时间陪他们 有时候现在工作很忙 放假 有时候我会宁愿在家 多些在家吃饭 就是很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我觉得工作假假 对我来说是人生一个很宝贵的一课 我很开心 我人生中上了这一年的课程 很难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优优区 观优区